每年啊中国的政府啊中国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啊这个条条块块方方面面啊收你大量的钱 刚才说了第一土地出让金第二民航发展基金 第三住宅维修基金 第四公交卡的押金 第五设农补贴 近一年来中国查处各种涉农补贴问题六千余起 涉及资金二十多亿元 苛扣农民征地拆迁补偿款 挪用套取农业专项资金 违规发放农村微房改造和低保等涉农资金腐败问题突出 今年一至七月啊全国检察机关查处涉农领域贪腐超过一万人 全是贪官啊 第六科研经费 不少人把科研经费当成唐僧肉 通过序列劳务费用 收集发票冲账 借壳套现等方式中保私囊 仅2013年中国公共财政科技支出超过五千亿元 但学术成果和技术创新并不尽如人意 这个我知道 哎我那朋友中国社科院的就反正给点经费吧 但他要报销实际上到他自己兜了 还让我给他提供发票呢 有一段时间我就把我的那个在外边吃饭什么的 那些发票都给他了 追问七啊 附加费 在关乎民生的水电汽油的价格中 附加费现象普遍存在 如2013年 全国用电量初步估计仅电价的附加费一项 一年就达2000多亿元 其中居民生活用电的附加费就达270多亿元 第八 城市停车费 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地的财政部门 没有一个公开披露巨额停车费的详细收支情况 车主缴纳的停车费 与政府财政所得之间存在巨大的差额 至少有一半收上来的钱 最终没有进入政府的口袋 有地方财政甚至分文未取 作为公共资源的道路停车费 经营过度私人化 公共资源的分配 长期的暗箱化 第九 高速公路收费 山东的交通交通部门宣布 2014年底到期的15条 或者叫15段的高速公路将继续收费 主要理由是为了偿还银行贷款 兴起于90年代的收费高速公路 将迎来收费到期的高峰 专家估算全国高速公路一年收费在4000亿元以上 高速公路成为了印钞机 威力的公共事业变身暴力行业 收来的钱除了修路还贷 还用在了高福利养人或被挪用 而统贷统还政策将导致东收西还 无限的循环 第十彩票基金 官方数据显示 中国的彩票发行规模已累计达1.7万亿 然而 其中至少15%的发行费标准 多年居高不下 规定占35%的公益金中 也有部分趴在地方政府帐上睡大觉 还有部分资金被用于盖大楼买游艇补亏空 这不是这个这个这都是骗人的吗 这些彩票全是骗人的啊 中国就是一个大黑洞 这些公务员啊 官越大贪污的越多啊 官小也小贪 官大大贪 是吧 全贪 没一个好东西 几乎 真的 几乎没有一个好东西